观众朋友们好 现在是美国东部时间六月二十四日 这里是华尔街电视华尔街网报 现在我们继续为您带来有关中国以及世界的最新消息 首先要为您关注到的是美国的国家安全顾问罗伯特奥布莱恩 周三在亚利桑那州凤凰城的一场尖锐的针对中国的演讲 根据美国媒体的报道 在演讲中他批评了中共对中国的极权主义愿景 以及在全世界日益增长的影响力 这是川普政府高官一连串针对中国演讲中的第一场 他凸显了现在川普政府对于中国的重视 将其作为一个重要的竞选议题 但是这也源于两党对这个世界上最大的专制国家日益增长的权力的担忧 奥布莱恩在演讲中对于中国共产党操纵和胁迫美国人的深远景图 提出了警告 其中包括在美国大学还有NBA等组织中对言论进行管制 在社交媒体上还有通过广播媒体传播宣传 以骇客的手段来盗窃美国人的个人数据 影响国际组织 还有其他的一些内容 他表示与我们的盟友还有合作伙伴一起 我们将抵制中共操纵我们的人民和政府 破坏我们的经济 破坏我们主权的努力 奥布莱恩表示美国在中国问题上被动和天真的日子已经结束了 让我说清楚 我们对于中国人民深调尊重和钦佩 美国与中华民族的友谊由来已久 但是中国共产党不等于中国或者是他的人民 奥布莱恩还引用了前澳大利亚政府官员约翰加诺特的话 他帮助领导了关于中国在世界各地影响干预的性质的国际讨论 他表示在中国的古典文献中 有两种工具可以获得和维持对山河的控制 一种是武指的是武器和暴力 第二种是文指的是语言和文化 中国领导人一直认为权力来自于对于物理战场 还有文化领域的控制 奥布莱恩解释说 在未来的几周内包括国务卿蓬佩奥司法部长巴尔 还有联邦调查局局长克里斯托弗雷在内的高级官员 也将公开谈论中国共产党所带来的挑战 再要为您关注到的是中国和印度相关的消息 一起来看到来自日经的报道 文章表示在6月15日中国和印度军队在印度北部拉达克地区爆发冲突 导致亚洲邻国四十五年来首次出现伤亡 报道中的战斗细节相当诡异 在四千米的海拔高度 在冰冷的气温下部队进行了肉搏战 没有使用枪支 通过用钉子扎成的棍棒投掷石块跌入深谷 在冰天雪地的时候一共有二十多名印度士兵死亡 虽然北京方面对于信息严格保密 但是相信中国方面也有不少人员死伤 现在在中印两国当地的部队有足够的风险 彼此之间也怀有强烈的怨恨 外长之间的任何电话都没有办法轻易抹去这样一场血腥的冲突 虽然目前还不能够确切地知道是哪一方发起的行动 但是不难想象这样冲突的消息毁掉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六十七岁生日 当天正好是习近平的生日 而习近平和印度总理莫迪也曾经有过一次尴尬的生日事件 当时是二零一四年九月十七日 是莫迪的六十四岁生日 习近平在印度领导人的家乡古吉拉特邦 两位领导人一起散步 一起并排坐在鞦韆上 展示了他们的亲密关系 然后他们参加了庆祝莫迪生日的晚宴 但是在宴会期间莫迪突然接到了一个让人难以想象的报告 在报告中他获悉中国军队越过了实际控制线 侵入了印度北部的克什米尔地区 与印度军队展开了近距离的对峙 这样的实际控制线是一条松散的边界线 在把两国有边界有争议的地方相互隔开 莫迪一接到报告就问习近平这样的入侵事件到底是怎么回事 据说中国方面在那个阶段还没有掌握事态的全部细节 当时习近平执政只有两年 人们怀疑这位统帅还没有掌管强大的国家军队 自然在第二天两国领导人举行正式峰会之前 这样的事件破坏了蜿蜒的气氛 在那次峰会上莫迪竭力要求中国军队撤离 偏离了原来的方案 习近平为此丢了面子 此后中国领导人收紧了对武装力量的控制 采取了彻底的高压措施 连以前的高级军警也相继被捕 而中印之间最后一次致命的冲突 这是在一九七五年 当时十三年前的一九六二年 边境地区爆发了大规模的武装冲突 对于中国来说 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是一个动荡不安 战火纷飞的时期 一九六六年到一九七六年 轮化大革命期间 中国出现了全面混乱 导致无数人死亡 一九六九年中苏两国在海参外的共同边界进行了军事交锋 一九七九年中国和越南进行了一场短暂而血腥的战争 但是在中国确定了邓小平领导下的改革开放政策 将经济增长放在首位 并与美国关系全面正常化后 中印冲突造成的死亡人数就降至为零 然而本月的冲突让人担心 中国可能会回到半个世纪前的思维和行动 自从二零一四年那一场不合时宜的生日小冲突以来 习近平已经完全控制了中国的军队 他对不听话的军队领导展开了反腐运动 并且率先进行了大幅度的军事改革 如果他现在心仰难耐 想从毛泽东和邓小平中汲取教训 要全面检验他的军队 那么会怎么样呢 今天的中国与半个世纪前的中国有很大的不同 他的武器装备已经大大升级 任何这样的冒险主义行为都会带来巨大的风险 而中国和印度之间羁押的敌意构成了另外一个担忧 一九九八年当印度进行地下核实验时 有一位中国的外交官公开表态 印度人应该首先担心自己的人能够吃上土豆 这样的一句轻视的侮辱并且冷嘲热讽的话 把印度当成了一个长期面临粮食短缺的群国 二十二年过去了中国和印度都已经成长为大国 并作为新兴经济体占据重要地位 中国有十四亿人口 印度有十三亿人口 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两个国家 占到全球人口总数的百分之三十五 与此同时中国对边境战役的相对沉默让人感到不安 目前还没有宣布任何伤亡状况 在中国国内媒体关于这一场冲突的报道受到了严格的限制 就连环球时报的主编胡锡进也保持了相当的冷静 但是他在推特上面表示 印度不应该误解中国的克制是软弱的表现 中国的沉默寡言反映了他所处的艰难处境 现在中国在北面南面东面西面 以至四面八方都拨下了摩擦的种子 把战线扑得太开 在他的东边太平洋彼岸中国正在与美国总统川普的美国陷入严重对抗 在离家门较近的地方紧张的局势也在高涨 因为中国加强了台湾周边的空中活动 还有与日本的争议海域附近的活动 在南边中国正在将南中国海军事化 北京还准备在香港出台一项新的国家安全法 这将破坏香港这个前英国殖民地的现行法律制度 在西北地区 中国在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的人权问题受到了国际社会的抨击 在这种情况下 中国对印度的最新军事冲突可以理解 多年来印度对中国支持包围的印度国家建设港口高度警惕 最新的军事中途有可能将一向不结盟的印度 逼向正在紧锣密鼓推进印太战略的美国一边 二零一八年四月习近平和莫迪在武汉会面 似乎是被一种奇特的命运所捆绑着 当时他们一起在东湖散步 只有翻译陪同 体现了他们的亲密关系 而这是毛泽东最喜欢的疗养地 当时他们不知道两年后这座城市将成为冠状病毒肆虐的中心 今天印度的冠状病毒病例委居世界第四 如果认为中国是利用了印度的苦难 那么两国之间的情感对抗 廖江也会出现进一步的升级 再要为您关注到的是中国和澳大利亚关系方面的消息 悉尼的智库罗伊国际政策研究所在二十四日公布的年度民调发现 受到外交和贸易争端的影响 信任中国的澳大利亚民众占比下降了一半以上 只有百分之二十三的受访者说 他们相信北京政府在世界上采取负责任的行动 而两年前这个数字是百分之五十二 法新社援引洛伊国际政策研究所执行董事的话说 对于我们最大的贸易伙伴中国的信任度急剧下降 对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的信心降得则更多 法新社表示在习近平的领导下 中国变得越来越自信 北京希望把其日益增长的经济实力转化为政治外交和军事力量 然而中国大秀肌肉的举动却加剧了与邻国的一连串争端 从与印度的边境冲突到与澳大利亚的公开外交矛盾 尤其是澳大利亚呼吁对新冠病毒的源头进行国际调查以来 澳大利亚和中国两国的外交关系更加恶化 近几个月来中国禁止了进口部分澳大利亚的牛肉 对大麦克征了高关税 判处澳大利亚公民死刑 同时还对美国和澳大利亚的联盟进行了批评 还呼吁中国的学生和游客避免前往澳大利亚 另外一方面澳大利亚封杀华为 公开抱怨中国试图以间谍活动以及操弄影响力 来接管澳大利亚政治体系 以及要求对新冠病毒的起源和应对方式进行独立调查 这些都激怒了北京 总体而言 有百分之九十四的受访者认为 澳大利亚政府应该通过贸易多元化 来减少对中国的经济依赖 另外有百分之八十二的受访者支持制裁涉及侵犯人权的中国官员 根据官方统计 中国占到了澳大利亚贸易总额的四分之一 澳大利亚的矿产帮助中国发展重工业还有燃料发电 根据路透社指出 这项年度调查还显示 今年支持澳大利亚与美国在安全上结盟的民众占比上升了六个百分点 达到了百分之七十八 尽管美国总统川普在澳大利亚的民众中并不受到欢迎 调查还发现有百分之五十五的受访者认为与美国的关系 比与中国的关系更加重要 仅有百分之四十的受访者认为中国更加重要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的华尔街电视华尔街网报的主要内容 希望您喜欢并继续关注华尔街电视的其他节目